早上起来要做什么啊? 刷牙 洗脸 整面背 还有要听 圣经好好听 大家好,欢迎收听圣经好好听 今天我们要读的是 生命纪第十七章 凡有残疾或有什么恶病的牛羊 你都不可献给耶和华 你的神 因为这是耶和华 你神所争恶的 在你们中间 在耶和华 你神所赐你的诸城中 无论哪座城里 若有人或男或女 行耶和华 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违背了他的约 去世奉敬拜别神 或拜日头 或拜月亮 或拜天象 是主不曾吩咐的 有人告诉你 你也听见了 就要细细的探听 果然是真 准有这可真物的事 行在以色列中 你就要将行这恶事的男人或女人拉到城门外 用石头将他打死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座见证 将那当死的人致死 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座见证将他致死 见证人要先下手 然后证明也下手将他致死 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 你城中落起了真证的事 或因流血 或因真净 或因殴打 是你难断的案件 你就当起来 往耶和华 你神所选择的地方 去见祭司立位人 并当时的审判官 求问他们 他们必将叛与指示你 他们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 指示你的叛与 你必照着他们所指教你的一切话 谨守遵行 要按他们所指教你的律法 照他们所断定的去行 他们所指示你的叛与 你不可偏离左右 若有人善感不听从那势力在耶和华 你神面前的祭司 或不听从审判官 那人就必致死 这样便将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 众百姓都要听见害怕 不再善感行事 到了耶和华 你神所赐你的地 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 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 像四维的国一样 你总要立二华 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 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 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 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 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 为要加添他的马匹 要平生圣读好学习敬畏要华他的神 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 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 离乐者见命 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 在国位上年长日久 今天读经的时间就到这边结束了 下次还要和我们一起读圣经好好听哦 拜拜